无政府状态啊 他底层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为什么要是个底层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很有意思的 因为他有大量的非法劳工 就是说黑在那边的 没有合法身份的 没有合法身份的 然后对这些人 你对他进行治安管理 成本都很高的 原则上讲是什么 原则上你逮到一个 你把他要遣返回国的 你要给他出机票的 你知道吗 原则上你把他遣返遣送 你要花一笔飞机 对不对 飞机的钱把他遣送的 所以说行政力量天然的 就没有办法对这些 没钱 没有那个预算 对他们加以管制控制 成本太高了 那么为什么他成本太高呢 反过来说 又是因为资本主义 使得全球的资源 劳动力 包括廉价劳动力 都向这里集中 但是是某种意义 是有序的 相对有序的集中 爱一定比例的集中 他可以这里 这个工业重镇 这个或者说服务业重镇 这个大城市 他需要多少万 就是20万黑工 这个黑在 不是只负责是黑的 我就是没有合法身份的 黑在这个下面的 他就在旁边弄个小镇 小镇上面就普遍的违法犯罪了 那里面那个社区就是混乱的不得了了 都是墨西克的或者老黑的或者说这个这个 一些这个亚裔的就是就 就在里面租很便宜的房子住 就无产阶级是状况 你说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们都是无产阶级 就标准的无产者 单是说都是底层的黑帮化的 因为他们还是可以获得相对丰厚的报酬的 有吃饭肯定是没问题的 吃饱肯定没问题的 他在他去干那些活 然后呢他赚到的这个薪资 你说再便宜的当地人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他也足够他吃喝吃的吃的宝宝的了 吃喝吃的宝宝 哪怕他语言很差 但是说那种生活的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安定的生活 非常不安定的 没有合法身份的 甚至说这个这个自然界当局呢 他会给你一张卡 给你会会给你信用卡 给你去办一个卡 然后你再可以就半黑在那边 有的有的州的政府半黑在那边 然后那个 然后要挂靠宗族啊 其实说就本地 你就是亚裔的 就在唐人街或者说在一些亚裔社区啊 韩国或者越南人啊 那个你老莫来玩的全是墨西克人一堆的 扎堆在那边的 那么这里面的是各种黑产灰产是拉满的了